近日有印度军事媒体报道 中国解放军第13集团军某高炮团列装了新型的防空导弹 并在海拔4000多米的西北某训练场进行了实弹打靶 靶机架架被击落命中率惊人 据称这个团装备此新型导弹仅为两个月 可见日间训练之成效 根据发射导弹的画面分析 因为红旗7B型防空导弹 红旗7B型野战防空导弹 是我国研制生产的第三代全天候低空超低空防空武器 它是原国产红旗7型野战防空导弹的改进升级版 导弹射程由12公里增加到20公里 属于进程防空武器系统 主要应对敌方低空超低空来袭的目标 如低空无人机超低空飞行的战斗机还有导弹等 红旗7B型防空导弹弹重84.5公斤 最大射高5.5千米 能以最大2.3马赫的速度打击来袭目标 高能破片聚焦式弹头 多挡电子式引信 全程可以随时接受地面指挥车无线电导引 能以三种不同导引方式 同时间内应对三个方向的来袭目标 雷达探测距离为25千米 目标跟踪距离为20千米 对导弹类目标的追踪距离为17千米 导弹可以进行连续发射 时间间隔为3秒 由外媒称 最近印度在中印边境上动作频频 尤其是在目前还与中国有争议的藏南地区内 按印度的计划 藏南境内有7座机场需进行改造升级 而现在藏南境内完成相应改造的机场 已经有5座 改造后的机场将于近日开始投入使用 这些机场可以起降 诸如印军的苏30战机 C130J军事运输机 及各型直升机 印度如此野心勃勃的改造计划 这当然引起中方的警觉 这次实弹打把是给谁看的 也就不言自明了 加上这次装备红旗7B的高炮团 隶属于解放军第13集团军 这支集团军是中国陆军 目前为止出动率最高的军级作战单位 是解放军的王牌部队 其训练模式强调随时调用 和远距离投放的快速反应能力 接近于全球调动作战的美国陆军 如此精锐的现身 威慑意味浓厚 我们的邻居印度 是不是该醒醒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